劳动部北分属的后续发展 那到底谢怡荣的靠山是谁呢 现在都已经把它厘清了 大部分都把矛头指向 就是前劳动部长许明春 那许明春这一串的结构是如何 整个变成人家讲的 是一串的呢 首先来看到许明春现在就被挖出来 被拿公筒来去开演唱会 这时间点回到2022年 当时劳动部在高雄的魏武营 就办了一场音乐会 135分钟 150分钟的时间表演节目 那许明春居然就上台唱了35分钟 那现在有公运人士林家伟就讲了 劳动部用就业安定基金 在魏武营办演唱会 然后让许明春去登台表演去唱歌 感觉是比较像在满足自己 平常的休闲活动 因为他平常休闲活动 就是喜欢去唱歌 唱了类似什么孤女的愿望啦 等等 那底下的人呢 还要被分配 有很多的角色 比方说现场 当许明春在唱的时候呢 要把它打造成上是 顶级歌手演唱会一般 要调成的是手机登海模式 还有人呢 特别发哨子 当部长呢 许部长一上台之后呢 立刻要吹哨 立刻要给予掌声 就是要给他满满的巨星感 营造这样的氛围 那现在这件事情在YT上面呢 他当时的唱歌影片 现在还在 所以网友现在想问的是啊 劳动部要办一场就业安定基金的 这个音乐会 然后让部长呢 前部长在上头爽唱了35分钟 满足自己的私欲 所以网友想问的是 这样的一场活动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拿公堂来开演唱会吗 自己的演唱会 那劳动部呢 也要表演呢 帮许部长来办舞 还有网友说呢 真的是好有一场价值的 这个演唱会 那现在许明春 在高雄呢 要立拼 要参加的是高雄市长的选举 那现在呢 有高雄清联年盟呢 共同发了声明呢 说呢 前劳动部长许明春呢 破格拔着了 涉案的劳动力发展署的 这个谢怡荣 这个包庇的行为呢 有护航的感觉 那等到舆论转向之后呢 又火速的切根 跟谢怡荣是没有关系 所以高雄青年联盟 他们就认为啊 这个许明春呢 不但是失职之外 更是失格 以不适合再竞选高雄市长 对此他们严正要求 许明春要即刻退出高雄市长 那对于退不退呢 这是目前有青年在喊话 但是许明春对于这一块 他认为不需要做政治的操作 大家也不需要再去推诿 好那现在呢 时事评论员呢 康仁俊要讲 事实上在劳发属 北分属同仁 不幸过去之后呢 属内的阵风市就有发问卷 要问同仁 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比方说让主管 让你的工作压力很大 或者是主管情绪暴走 影响到你们等等 那康仁俊想问的是 难道阵风处 你之前都没有在做吗 等到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之后 你现在在补破网 谁在做这样的问卷 所以他想问的是 这样的单位到底叫阵风市 还是叫做霸风市呢 这个无姓的公务人员离市嘛 那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这个 劳动部的这个劳发属 北分属 有一个部门叫做震风市 震风市在最近就发了一个问卷 那这个问卷呢 就是也去要问一下他们分属的同仁们 就说这个无姓的这个员工 有没有跟你抱怨过 他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压力 那甚至后面的问题 他有问到什么呢 有问到就是说 那这个分属长平日 你有没有听过他 什么情绪失控 他的领导统预 有没有有些问题 北分属的震风市 你的办公室在哪里 你不是就在北分属里面吗 对啊 你这个震风市的同仁 你好歹每天上下班 不就在这栋大楼里面 跟着这个分属长 跟着这些办公室的同仁 你们都在同一栋大楼 我请问震风市 你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们都没有听过 现在大家觉得离奇荒谬的事情吗 为什么你要到现在 出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赶快来发问卷问问 你有没有听过 你有没有听说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运到 那我就问一下 你是震风市 是把风市还是在干嘛 如果李宇翔手上有一百多份 他自己讲 说他收到一百五十份 人家跟他陈情的东西 你北分属的震风市 还需要去问问大家吗 本年政署 你们要不要好好查一下 你们这个震风市 有没有那种问题 所有的人不敢把问题 跟你们反应 一直到现在 你们还要做这种文章 说赶快发问卷 我跟你讲 他敢写给你才有鬼 他平常都不敢跟你反应 他现在出了事 会反应给你 你今天这个北分属的震风市 居然还发问卷 去问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听说 你们有没有遇到 那你这个震风市 就完全彻底的失职吧 好 所以是不是从这个 许明春当劳动部长的时候 整个劳动部 其实就有一点歪掉了 来看一下林淑芬 加码爆料 说这个许明春 是吃饭喝酒第一名 像刚刚讲的 用工坛来满足个人的表演欲望 来开个个人小型的演唱会 那么还要求公务人员 必须用手机打造了手机灯海 要吹哨子鼓掌等等来助信 不止这样子 许明春在办公室 还开设了这个所谓流理台的厨房 好来开火 因为他们一整串的人 都很喜欢唱歌 吃饭 喝酒 那么办公室还会三不时来开香槟 隔天早上 让清洁人员去捡酒瓶 那林淑芬的话说得更重 说你许明春 其实也不是什么咖 想要去选市长 把高雄市民的智商 看得也太低了吧 那谢怡荣 为什么会如此的嚣张 拔护靠谁呢 那现在点名呢 他背后的靠山就是谁 就是拔卓 破格拔卓 他的许明春之外呢 还有这个次长 许传胜 以及他的直属长官 也就是蔡孟良 这三个人 都是他长官 那换句话说 包含谢永进来 就像是一块霸桑 或是一块葡萄一样 串在一起的 所以这四个人 都是属于同一挂的 那我们就回到林淑芬身上 他今天呢 再一次的更加详细的爆料 当时许明春办公室的一些 内部状况 以及许明春个人的风格 我们进一步来了解 林淑芬的说法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 部长办公室里面有厨房 而厨房是那一种 有流理台的那一种 部长的办公室里面 为什么会有流理台 还有厨房 那显然就是开火嘛 那大家都知道 部长很多事情 都是郑树林主任在主导的 郑树林主任在里面开小火 甚至被传出 这个他们喜欢喝香槟 所以隔天清洁人员 来捡酒瓶 那更不要讲许明春部长 带着郑树林主任 邀着各级主管 甚至当时谢一荣 还在那里当专委的时候 带出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 这是家常便饭 大家人尽皆知 还利用公坛开过 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这个新闻都报道过 而且还不止如此 郑树林还会要求 大家都要吹哨子 助兴鼓掌 还要强迫鼓掌 然后还要强迫开手机的灯 像周杰伦演唱会那样子 请问这是不是一种霸凌 对公务员的另一种霸凌 他不是只有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 会这样子 因为他只要喝酒了 就要唱歌 所以他是随时随地 只要喝酒唱歌 下面有公务员 有中高阶主管 都一定要被要求 要拍手点灯 还要吹哨子 所以这不是偶一为之 这个是雪明春办公室的文化 所以我才说 这是败坏观真 一个震惊的部长 怎么会这样子喝酒唱歌 然后强迫底下要拍手 然后要吹哨子要点灯呢 而现在有人将这几个人 通通视为菊内人 哪个菊呢 菊花的菊 陈菊的菊 也就是他们是属于菊系人 那最上面 当然有人照的就是 说是陈菊 那陈菊就是这个 民进党内的大姐大 谁敢动呢 就是有目前 有人这样的一个分析 好 但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呢 许明春也被沿上了 那他讲了 作为部长 未能够知悉如此重大情势 这部分他是责无旁贷的 相关人士都应该要 深切反省 接受人民检讨 但不是互相攻击跟推诿 他也说了 林淑芬呢 对于所谓他所报的料 许明春认为 这是不识的指控 他认为应该先跟他来 本人来求证 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 好 那不管怎么样呢 对于一个公务员员之死 现在因为正在火线上面 那许明春呢 为此则是鞠躬至线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道歉的画面 你没有跟他做点事 没有 那我想今天 我要就昨天晚上的声明 我想说明一下 再度来强调 那在这场悲剧之后 包括我之内的相关人士 都应该要深切的来反省 接受人民的检讨 但不是相互的供给跟推诿 我希望让这件事情的讨论 能够回归理性 让这个悲剧 大家深刻铭记 并且想办法 不要再发声 也在这边再度的强调 作为前劳动部长 我对往生者 还有我们的社会大众 深深来表达我的歉意 那个林淑芬说 王正是有跟您反应 然后到底那个部长 有没有接到这个反应 没有 所以没有冷服 谢谢大家 高雄联盟要您退选 谢谢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露全翘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东林密码